在迪士尼动画中最为出名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公主动画 他们的故事大多相似 最后的结局也往往都很完美 公主和王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但追本苏元这些迪士尼公主最原始的版本其实并不是这样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关于迪士尼公主的一些小趣闻 长发公主 长发公主的动画其实被改的非常多 在原著《蜗菊姑娘》中 蜗菊姑娘的父母其实并不是什么王 只是两个普通的农民 他们因为偷吃了女巫中的蜗菊 所以用自己刚出生的女儿作为交换 女巫将蜗菊姑娘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抚养长大 但长大后的蜗菊姑娘却和王子相恋 女巫一气之下把她赶到了沙漠上 王子也被扔下城堡刺瞎了双眼 最后王子找到了蜗菊姑娘 并用她的眼泪治好了自己的眼睛 小美人鱼 小美人鱼的故事堪称史上最大谎言 真实结局的动画版区别非常大 小美人鱼并没有和王子走到一起 而是为了成全王子和公主 自己化成了海上的泡沫 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作为迪士尼早期的奠基作品 本删掉了很多黑暗的剧情 比如王后要求猎人杀死白雪公主 要带回一体供自己食用 让自己可以和白雪公主一样皮肤变得雪白 王后的阴谋被发现后 白雪公主惩罚她 穿着炙热的铁鞋一直跳舞直到死去 灰姑娘 灰姑娘的故事其实也删去了很多黑暗的设定 比如在最后灰姑娘和王子举行婚礼的时候 她的两个姐姐想要来讨好她 却被鸽子戳瞎了双眼 据说还是灰姑娘暗中让人放的鸽子 睡美人 睡美人的故事就更加细思极恐了 原著中并不是什么睡美人 受到了王子的真爱之吻才醒来 而是睡美人在睡眠中生下了两个孩子 在孩子的哭闹中醒来 最后睡美人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 找到了他们的身父 一个国家的国王 睡美人取代了国王的原配夫人 成为了王后 故事就这样结局了 好了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想要收看更多关于ACG的趣闻和资讯 欢迎点击右上角关注我们 那么下期见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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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